长时间暴露在高温、高湿或者不透风的环境下 就很容易中暑 中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头晕、头痛、头渴、多汗 还会感觉动作不协调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这就是我们身体在向我们传输中暑的信号了 当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口服带眼水来缓解症状 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像小猪这样晕倒了 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 尽快去医院治疗 像今天这样的高温天气除了中暑之外 还有可能导致人们出现热伤风、腹泻、皮肤过敏等疾病 所以在炎热的夏天要注意防鼠、避鼠 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作业 在户外长时间剧烈运动就更不可取了 还要注意增加维生素C、蛋白质、能量的摄入 多喝粥、多喝汤、多吃青菜、多吃瓜果、清热避鼠